我們現在來看這台PenTest ESP-L125M 這台有原廠皮套 還有這個遙控器 遙控器是放在皮套 到時候也會放在皮套 皮套也是完整的 還有這個原廠的相機神 它用的是CIE23A的電池一顆 我們剛剛也有放一個測試進去 我們現在把它打開 打開就在後面 特別有一個OFF 把它往上推 它就打開了 可以看到它這個快門還正常可動作 閃燈也正常 我剛剛按這個 這個閃燈也正常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它這個鏡頭的分縮 也都還正常 那這台的外觀保持得還不錯 應該是因為放在皮套裡面的關係 可以看一下 外觀保持得蠻不錯的 可以看一下 底片也是 底片也是 都蠻乾淨的 看一下 都蠻乾淨的 海綿也正常 底片也是蠻正常 那這個底部應該是 之前這個日本持有者 它還有一個19 這個可以去除 我們就沒有那個 這個也是它一個貼的 在上面 當初可能購買了吧 這個還是怎麼樣 我們也不知道 如果你到時候把它撕掉 你就把它撕掉 這是一個簡單的透明貼 1999年5月27 以上就是這台PENTAX ESPIO125M的視頻 謝謝